嗨 今天是一個日式餐包特輯 加一些麵包 因為今天就想說 啊這樣吃一些不太一樣的東西給大家看 我弟也是私心想吃 然後這一間呢是在 達安區一個小巷子裡面 它叫偏偏 它超可愛它就是日式餐包 我們現在就是開始吃 我先吃它的一個鹹的 因為我非常的想吃它是日式炒泡麵 然後它的餡料感覺還滿滿的 欸對今天換了個筋 它很可愛它前面有熱壓這個小男孩 菜包最懶的 我覺得它的餐包就是就普普的 然後草麵就是那種日式的炒泡麵 味道很像台灣你會吃到一些跑烏龍麵那種味道 那它的泡麵不會到爛爛的 是我滿喜歡的有點印度的麵 但是吃起來 偏日式醬油那種 但是它又不是說很醬油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 科學麵的那個味道 嗯 一小巴那個那個全面那種感覺 然後麵不硬 嗯 可是因為餐包就是餐包 餐包是滿紮實的 但是它比較不是那種空氣感那種 它是按下去它會不會扁下去 我覺得它冷冷的吃怪怪 好像有點太期待 好 才吃第一個 再吃另外一個鹹的 肉末咖哩 肉末看起來很肉末 哈哈 好 我先吃再說 很像外面麵包店 在賣的炸的麵包店夾的那種咖哩的餡料 它裡面怎麼樣 真的倒滿濃郁的 然後它肉末那些都給的很碎 所以不會咬到很多肉的質感 但我覺得滿搭的 我覺得比炒麵的好吃欸 但它就是我覺得它的餐包有點小樸欸 它咖哩茶好香的 外面好像紅蘿蔔 這個咖哩很像 你在日本會吃到的咖哩的味道 辛香料味再濃一點點 但又不會很像你在吃印度咖哩那麼 heavy 因為印度咖哩那個辛香料真的很重 不辣 然後可是也不是甜口的 我覺得餐包比外面的那個奶油餐包還 我喜歡裡面是奶油餐包那種比較蓬鬆感 那再來呢 算他們鹹的啦 叫芋泥肉鬆 看起來很炸對不對 這芋泥感覺我滿期待的 先吃再說 它的芋泥非常綿密欸 它的芋泥是我喜歡的那種芋泥 有點甜度 不會太甜 然後加上肉鬆 肉鬆很像是你在吃粥的肉鬆 沒有海苔 然後透透鹹鹹的 搭配芋泥一點甜甜的 它芋泥非常滑順 它不會讓你吃到顆粒感 我喜歡這種沒有顆粒感 然後又不是化學芋泥 它不是 它的芋泥不是很透明的 它是那種真的是真材實料的芋泥 這個我喜歡欸 這個很像飲料店裡面會有的芋泥 但是又不會讓你吃到顆粒 我覺得你要說這個搭配的組合 個人覺得還好 這間餐包呢 它都是兩個一起賣一整盒這樣 然後一盒140 所以一個等於是 這個小小一個餐包等於是70塊 超貴 我覺得超貴 因為它太小了 它滿小 它大概就是我的手掌這個大小 它主要其實在吃餡料啊 因為這個餐包其實還好 這豆蔥好吃欸 但我反而比較喜歡它的芋泥 它那種蔥吃起來應該是會配芋泥的關係 所以不會很趕 它這個如果有美乃滋啊 應該會好吃很多 這個如果有美乃滋 它就會給你一種濕潤感跟甜甜的感覺 雖然在芋泥有帶點甜度 但是對 就是少的美乃滋沒錯 嗯 好 那我再來吃一個這個好了 綠豆奶油的假鮮 那豆沙什麼都放在影片裡面 我非常喜歡這種的假鮮 因為在一些比較精緻或是日式的麵包店 它們都會有這種假的 就是不是這種濕潤的紮實的餐包 它就是那種一般的日式的小麵包 要夾著紅豆跟奶油 我超愛那個 我覺得它的綠豆味沒有到很重 然後一樣是綠豆是比較沒有 就是它沒有顆粒 就是跟剛剛那個芋泥一樣是綿密的 然後帶一點微甜 但我覺得綠豆比芋泥再甜一點點 但是它的味道有點被奶油蓋過 我喜歡它這個奶油 因為它的奶油是有點微濕潤融化掉的 雖然我覺得綠豆沒有紅豆來的適合 因為它確實有點像綠豆碰裡面那個奶鹹 大家知道綠豆碰嗎 有人是吃古早味道嗎 我覺得還行 但是有點小肝 綠豆比芋泥的肝 對不對 不是很搭對不對 跟奶油有點多咧 奶油的味道已經蓋到綠豆的味道 綠豆其實沒有那麼 味道沒有那麼重 我覺得裡面如果有塗個果醬或什麼 那它吃起來會比較好 因為它的麵包就是這種很紮實的餐包 這個給你了嗎 吃個果果牌 再來呢吃一個一樣的 是剛剛的芋頭 芋頭奶油 這個感覺不會像綠豆酸之類啊 這個感覺不會像綠豆酸之類啊 我覺得它芋泥做得很好欸 很滑順的感覺 很像你在吃那種芋泥的蛋糕 或者是一些奶凍捲裡面的芋泥的 專門在做芋泥蛋糕那一種 很滑順的 然後這個啊 就是芋泥味就是比較沒有被奶油蓋過 然後這個就很滑順的 它的重泥狀的都是兩顆球球嘛 所以我覺得如果女生的話 這個可能一個就會覺得 啊當然給下午茶色飽 芋頭真的比較滑順 比較滑順對不對 比較滑順 吃比較有差 它的芋泥真的做得不錯 是那種入口即化這樣 嗯 很少有店家的芋泥可以做成這樣 店家的芋泥是濕度跟綿密度都很恰到 如果他們家有丹麥芋泥我會買 不要三包 好 我再講一次 我要把紅豆倒人家走 再來這個是也是鹹的 它是蛋沙拉 看起來餡料沒有很多 但是美乃滋看起來很多 我有點期待 它蛋沙拉就很簡單 很像你在吃營養三明治 雞龍的那種 的那個蛋沙拉的味道 放小黃瓜 蛋 火腿那個 它主要厲害的是 它會塗那個美乃滋 甜甜的 這個味道就很像那個味道 其餘的無話可說 我有點期待 期待落空 因為它這個菜包真的是偏乾啊 所以還好有這個美乃滋 也很像一般麵包店賣的蛋沙拉的那個 但它有一點蛋 就是蛋黃醬的味道 它裡面那個黑色是 羅勒干葉那一種 就是小模仿都買的 但它是不是沒有太多驚奇感 我覺得美滋成的蛋沙拉比較好吃 它有一點點胡椒 我覺得加了胡椒之後有加分耶 因為那個胡椒是提味的 不然這個蛋沙拉是蠻無趣的 欸沒有很鹹耶 結果我希望它味道重一點 我在想說這種 麵包如果是溫溫熱熱的 應該會比較好吃 怎麼辦 今天這個我好像太期待 我覺得它反而沒有那麼 我想像那種好吃 因為我一直覺得 這菜包應該是那種蓬鬆 就是那種很軟的 然後它就會回彈回彈回彈 就沒有 就沒有 好 再來這是我壓軸 我最喜歡的 紅豆奶油 這個我很期待 紅豆的餡 是可以咬到一點紅豆皮的 沒有芋泥那麼滑筍 這個紅豆的餡很像 傳統紅豆餅會出現的紅豆餡的味道 然後不會太鹹 要不要 不是 不會 不會太甜 不會太甜 然後它的奶油是會有一點微軟化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要說 綠豆沙 芋泥跟紅豆的話 我應該會把芋泥排在第一名欸 因為它的芋泥好讚喔 因為它紅豆本來就沒有那麼驚艷 可是它的紅豆好像又多欸 千錯萬錯都是餐飽的錯 但我覺得如果大家有興趣 還是可以去拿來吃吃看 這才可能是因為我拿到餐飽的時候 覺得好像有點小 我好像吃不飽 吃太多會被殺掉啊啊啊啊啊 然後度過的時候 就是剛好又會把麥麵包店 然後我就想說欸 看起來蠻不錯的 我先吃它的蛋桃喔 這個是檸檬蛋糖 它其實上面是檸檬霜 很像是那種檸檬棒蛋糕上面 會有的白糖霜 可是它熱了之後 它的糖霜都流下去 然後直接加麵全部都是 這還蠻好吃的欸 蠻酥的 它的厚度就是這樣 它的布丁的內餡其實就是 一般我覺得你在外面吃得到 但是它的檸檬是加分的 它這個布丁內餡吃酒 有點像奶酪欸 好像有點太軟了 可以可以可以 這一個好像45塊吧 我覺得可以買欸 這一間好像叫什麼 福治六號嗎 店名放在下方資訊欄 在這個呢 美也納麵包 裡面是奶油餡的 對 裡面是奶油餡的 然後這個確實是蠻紮實的 它的餡很像台灣韓紅麵包的奶油餡 克林姆麵包裡面的奶油 像你咬到的時候是有糖粉的 卡滋卡滋的感覺 然後麵包就是那樣 就是 止餓用了喔 那個沙奶粉會讓牙齒不是很舒服 就是咬到那個時候人家咬到沙 聽 他哭的聲音就吹海風了 最後一個呢 我剛去的時候他們剛出爐的 肉桂捲 糖霜是他們給我 我們自己把它抹上去的 上面是起濕的那種 乳酪cream 然後它的肉桂捲是比較偏千層類的 所以外面酥酥 但是裡面也是偏麵包 肉桂捲蠻濃的 它有一個大敗筆 但是我剛剛一咬下去它有一個油耗味 我不能接受油耗味這個東西 不然它其實外面的有層次是蠻酥的 不行欸 因為肉桂捲怎麼會油耗味呢 肉桂捲的麵包 就是比較膨鬆的 我覺得口感是不錯 但是咬下去有油耗味就是一個大敗筆 我覺得有油耗味我是死都不會買的 我來給今天這一集打個分數好了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呢 不能再高了 沒有幾個 對我來講我覺得它是錯的餐包 因為我覺得那餐包我就不愛 它就是那種很紮實冷冷的 很像在吃台式麵包的感覺 然後剛剛那個經過路過那三個 我覺得蛋糖還行啦 如果大家有進去的話 它的地址我可以放在資訊欄這樣 反正今天這一集呢 大家就看我吃就好了 好嗎 看過得也吃過嘛對不對 好 反正就是 下一集呢應該就會回歸正常的麵包特輯 看麵包特輯的時候 一定要吃完飯 掰掰